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把它爆炸开来 由丁维平制作主持的 硅谷看世界 丁丁电视 丁丁.tv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 我们今天的 Innovation Dialogue 硅谷看世界节目 是主持人丁维平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 叫做云端生活机遇 云端也叫做云计算 或者是云端科技 英文是Cloud Computing 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 真的要面对 它带给我们的一个冲击 或者说是一个机遇 那今天为大家请到这方面 两位专家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方面的话题 我身边这位是中华电信的 全球总经理杨铭贤 周你好 大安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前腾讯的副总裁 那么他也是Google 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 那么也是Google的资深的研究员 吴军 吴军你好 大安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讲到云端科技 现在在云端科技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杨先生你先来 其实现在云端计算 也就是我们大陆讲的云计算 其实现在很热 很热 包括从开始就是Amazon开始 Google跟这 那么其实他们原来都是在提供服务的 提供他们自己的服务 然后送变给客户用 那电信A则也跟着上来了 所以现在全球对于云端计算 这个行业很热 那么现在我们在Silicon Valley 我知道说很多大的企业 大的公司创新都从这开始的 哪一些企业是引领了云端科技呢 云计算这个名字 是大概06年左右 Google的当时CEO 艾克斯米特大概提出来的 当时主要在这方面发展比较快的是三家 除了Google以外是Amazon 就是亚马逊中文翻译成 还有做设备方面是IBM 然后加上Google 那么这三家的模式不太一样 最后发展到今天走的道路也不太一样 亚马逊主要是提供一些基础的云计算的服务 它就把这个计算能力像这个水和电式的这样给供应给大家 这样呢 以前呢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工厂 可能有自己的发电机啊等等 后来你就用这个整个电网上的这个电一样 所以以前呢 我们这个企业级的这个IT服务都是自己来 hold自己的服务 那么现在呢 可能hold在这个亚马逊上 Google是把它的一些服务打包 然后呢 提供给这个大家 比如说像现在那个洛杉矶市政府 他们就把自己的服务 外包给由Google来做 这样无论是从成本和服务的效果都会比以前好 那么这是在硅谷的这样 大概的一些走在比较前面公司的情况 刚才吴君呢 其实也从应用的方面为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云计算啊 那么就您也是在这个网路方面的专家了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认为什么是云计算呢 云端科技 其实我这里有一句话 这个就是我上次在一个老师讲 其实他我觉得这一句话他讲得很贴切 他说随时随地使用任何的装置存起各种服务 那各位想想看 你什么情况你可以这样做 在什么时间 你譬如说哪家到公司到外面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去存起东西 而且用任何的机制 任何的装置使得什么 就是譬如说iPad Notebook iPhone PC 这个都是任何装置 那你想想看 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PC上 那我现在能不用PC去存 那资料放在哪里 就在云端 所以所谓云端 云端的意思是云跟端 就是我们拿的端就是device 云就是server server放在哪里 就是你知道存在哪里 这种定义 他说随时随地可以用任何的装置 来提取和存取各种服务 这各种服务包括哪些呢 我打一个比方吧 这个就是跟传统行业比方 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就在有银行以前 我们大家把自己的财产 就是钱也好 首饰也好 这个放在私家买一个保险柜存起来 这个呢 后来有了银行 大家发现呢 可以说把钱放在银行里 就比较方便 那你随时只要有取款机 有这个ATM机 有那个商店 你用信用卡 有这个那个Pause机 你就可以都可以使用 那么以后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平常在家使用的 不断是自己的这个数据 还有自己使用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写文件 这个用的那个Microsoft的Office 然后做这个演示胶片 用的它的PowerPoint的这个slides 就这些服务本身 以及我们由此产生的 自己的这些数据 都可以呢 放在这个云端 就像以前把钱放在自家 现在放在银行一样 所以呢 我通过这个例子呢 大概解释一下这个云计算 另外一个还就是 我刚才解释的 就是说对于这个云计算 这个服务提供的公司来讲 你可以把它对等 成以前的水电公司 或者像是这个AT&T Vorizon这种 电信服务的这种 utility company 我刚刚听您的解释 我就是理解到云端计算 它其实就提高 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 就像你说 前以前在家里 你要拿出去 你要把它一张张手数了以后 放在钱包 那么后来放到银行之后呢 可能最初的时候 你要到银行去提款 那后来呢 变成说你根本都不用去银行了 你拿一个credit card 你可以去anywhere就可以用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减少了一些人工的需要了 那么云计算 我想因为云计算的普及 其实造成了很多人失业 是这样吧 这个我更多的愿意看 说是一个 正面的 行业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工作机会的一个转移 那次的事情呢 它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发生 就是我们看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传媒这个行业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电影 City and Can 里头讲的这个 我们这个 Hurst Castle的主人 那个Hurst 他也 就是报业的 报业大王 对 一百年前呢 他们这些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那么过了那个半个世纪 到了60年代 出了彩电以后 这个我们听到了新一代的这个传媒大王 比如说Modok 或者是 电视了 电视了 或者美国三大新闻网 后来是CNN等等 这是电视这个频道 然后这个2000年以后 这个我们说议论的这些人 比如Google的创始人 或者那个Facebook的Zachberg 就是这是 Social Media 新一代媒体的创始人 每一次呢 都是这个新的行业 那个颠覆旧的行业 所以前一阵的那个 Rios Wake 他宣布说 最后一期的纸质的这个 那个杂志消失 就是这最后一期了 以后就消失掉了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确实是那个 过去的那个传统的一些传媒 比如报业 他们这个 确实很多人这个失业等等 很多人改行 但另一方面 它创造出新的这个就业机会 云计算 我想也是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 可以明显地看到 如果大家把服务 都放在这个云端 那么很多企业的 比如说 System Admin 系统管理员 他可能就是没有了这个工作 那么另一端呢 在这种超级数据中心 他们又需要来维护 这个超级数据中心的 这样一些那个管理人员 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的迁移 对 其实是因为工作的转移 那么大家要了解这个行业 就是说 你了解这个行业之后 你才能够把握机遇 知道怎么样去随着 这个行业的转移而变化 改变自己是吧 那现在它主要转移到 哪些行业了呢 刚刚你提到的一方面 就是哪些人 哪些行业 现在最需要用到这个云计算 我是比较看好整个企业级 因为这个最终一个 那个行业的发展 一定是要有盈利做支撑的 而企业级这个市场呢 是最大的 大概企业级的这个IT服务 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 在全球是这个万亿美元 这样一个量级的一个市场 在这个因为有云计算 所以使得很多成本 可以降低很多 比如我举个例子 一个1000人左右规模 这样一个企业吧 过去做一些 你企业级的这个管理 人事管理也好 那个仓储管理 这个物流管理等等吧 这个大概你可能需要 像现在计算规模的服务器 有个100多台 那么如果你这些服务 现在是放在那亚马逊上来做 就是你单独的来 专门租用它100多台的这个服务 一年的所有的成本 算下来呢 大概是12到14万美元 这个相当于差不多 我们在硅谷请一个系统管理员 以及这些服务器的电钱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服务器你是白用的 厂地的厂租你是完全省下来 这是很大一笔开销 那么这样一个模式 将颠覆整个传统的企业级的 这个IT服务 这我们知道像IBM 微软他们的主要收入 都是来源于这个企业级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企业级的这些软件 如果要重新的做一遍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遇 那么在这方面也很需要人 据我了解呢 在硅谷就是基于云计算的 这企业级的startup 又大概上千家 上千家 有一些大的已经很成功的 已经被比如说 几家股文收购了 Oracle从去年底到现在 大概不到一年时间 收购了比较大的三家公司 那么都是在一个billing以上 大概他们做这个云计算的 比如客服管理 customer service的管理 基于云计算的这个 HR的人事的管理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 就是说如果说新的那个job去哪了 那就都去这些地方了 去了这些地方了 就是很多机遇 那您在这个电信业 那么其实电信业 也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一定也受到这个云计算的一些影响 或者是一些怎么说机遇吧 您怎么看呢 没错没错 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到 所谓云端的发现 最主要是从Amazon Google IBM这一些 那其实这一些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云端的时候 不管企业或是个人 所用的东西一定摆在电信机房或IDC 叫Data Center 那就是你们提供的服务 对提供服务 现在他们抢了你们的生意 今天他们到那里去了 他机房就不租了嘛 不租的时候他会 机房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包括他的设备 他的设备都跑到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刚刚讲到 人才 人力会转变 那也就是要 刚刚讲就是说Innovation 你要看着Innovation走 那这个方向可以走 对你们现在有多大的冲击呢 其实以中华电信在台湾的那个 我们冲击是很小 知道为什么很小 因为我们本来做了服务 以IDC跟Data Center来讲 其实我们租给人家 我们也大部分有自己用 这个多 那以云端这一种技术 比较大的 他们还是不敢用 就是比较中小企业也许会用 或者是一般客户 所以目前我们冲击不大 最主要我们也是 坐在Innovation的前端 我们一直在创造 很有信心 云端这个一个业务 所以你们现在在云端业务的 你们主要是做网络嘛 对不对 云端业务你们现在目前 怎么应对这个云端科技 带来的转变呢 其实我们以两部分 在美国跟台湾 那台湾我们积极在建立 云端这种服务 包括我们所谓四平台 一云市级一实验的平台 这个都是一个基础 我们四个中心来讲 就是会让营运测试 这一些中心在台湾深耕 那其中我们慢慢走向 交通健康 那个生活性的营 比如说我们跟秀传纪念医院 就合作医疗营 那我们慢慢会转变为健康营 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 那以前我们一个病例 一个病例或者一个医生 要跟你解释一个片子 拿一个片子来跟你解释 现在不用了 他拿一个iPad来 把你的照的东西就给你看 甚至你还可以用动画的 给你看你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这些都存在云端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一直在往前走 其实刚刚你讲到那个比喻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云端科技就是 随时随地的 用任何的装置 可以去提取去应用这个 那么其实现在在应用 照云端科技这些方面来讲 你刚才讲到 大大提高的效率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的便利 和效率这么高呢 这里头有几个 第一个是资源的共享 比如说以前我们一个企业 它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资金的问题 或者是为了考虑到设备 利用率的不能太低等等 那么你可能比如说 买了100台服务器 来做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使用上 首先它不是一个均衡的 那么可能你白天用的比较多 或者是就是早上上班下班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时候呢 就比较防满 本来呢 就是日常上大概能做 比如说10分钟能做完的事 你可能要拖半小时 才能做得完 那么在这个 而且呢 大部分时候这个设备是闲置的 尤其像晚上 等等吧 那么其实 再举个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过去在腾讯的时候 那个 闲置的设备 差不多要占到整个设备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说这个一个星期 基本上都没有人用 但是这些能力你必须要放在这 那么因为你不放着 万一这个在一瞬间有突发事件发生 那么你这个服务就跟不上 放在云 计算这个云端呢 这个很多企业 它是共享这些设备的 你真的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大的 比如说这个客户的数据进来 要进行分析 那么它可以比如动用上千台 甚至三万台机器 原来要做一小时的事 可能一分钟就做完了 那么一分钟做完了以后呢 这些设备你就释放了 那么就给了其他的这个 别人去用了 所以从这个云端来讲 因为这个设备的共享 以及能同时调用很多资源 这个效率就变得很高 再一个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周诺讲 杨先生讲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云计算 和那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融合 使得了这个 我们原来很多办公 要靠有个固定地点 而且只能在固定地点 才能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随时随地的做 比如说他刚才讲的 这个看片子的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我们在 看到美国一些商场里 比如说这个checkout 以前大家是一定要是 拿了这个东西到这个收容台那儿去 对这个checkout 因为你离开这个地点就不行了 现在呢 这个售后员可以拿着这个手机 到你跟前 在这个商品前面 就把这件事情给做了 等等 这些都是这个云计算带来 很多的便利的地方 你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效率提高呢 主要是以前是用一台server做的事 现在是上百台server 甚至是上千台server来用 而且这个server呢 可以共享就是你用完了 别人还可以再用 那这样的话 会被造成一个安全的隐患 因为大家在用同样的server呢 你在里面存储的数据 会不会造成一些数据的流失 数据的盗用啊这些 这个安全 对大家对安全的这个担心呢 确实是影响云区上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里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就是技术上的 就是说技术上到底能做的多么安全 这又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我的数据 需要做掉不丢 因为以前呢 比如我放在我自己家的那些计算机上 那么我能感觉到比较近 这个对 硬盘坏当然也就丢了 但是我放到那个 比如说亚马逊上 它是否回头那个机房出点什么事 把我这个数据丢了 对吧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点呢 是比较容易做到 因为它这个是有多个备份 那而且 大的这个影响云区服务商呢 它都一般这个有不同的地点 会有这个 都设有机房 即使你比如遇到恐怖袭击 它不会说以这个地点 出了问题 那个这个数据丢了 它在其他地点还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存在 就像钱似的 你存在银行 第一保证你的钱还在这不丢 第二个呢 就是说别人无法盗用 这一点呢 现在技术上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确实呢 而且呢 在那个 现在有一些计算机上 不少用户计算机上 不自觉的呢 它就感染了一些这个 Malware这种 恶意的这种软件 那么可能自己的一些信息 它会有些丢失 所以你说盗用是从你自己的电脑 盗用 而不是从这个云计算的server 这里被盗用 不是 是通过你自己电脑 流失了你一些个人的信息 以至于别人拿了你的这些信息 然后进而 比如说登录到你的账号 把你云计算里头的一些数据 给拿了出来 这个这方面呢 所以现在在硅谷这边 也有很多做这个 云计算安全的这个 这个startup公司 包括原来一些大公司 也在做这些事情 尤其这个移动互联网上的呢 这些问题会更严重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要好好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 第三个就是 其他的法律啊 和那些规范这些配套的一些措施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呢 这些有人比如侵入别人的账号 盗用了数据 那么在法律上怎么惩罚他 这是需要跟上的 如果没有这些惩罚机制的话 那么就是说他比如盗用别人数据的成本是零 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慢慢很严重 所以这些方面在立法上呢 这个各国呢 现在发展的显然都比科技要滞后一些 这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的确这样 那么云计算云端服务这个怎么去收费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收费模式目前 对对刚刚讲到为什么云端会有一些效力会比较好 其实它最重要就有一个技术叫悉尼化技术 就是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虚拟 Virtualization的一个意思 那其实我们中华在这一部分 也一直在开发自己的Open Source的东西 我们叫Virtual Source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 因为这种东西才能提高它的效力 我一部Server买来 如果没把它切 我一个CPU 两个CPU 几个Core 或是RAM 或是Memory 这个就叫去虚拟化 虚拟化 如果你要用小的时候 我就给你小的 比如说半个CPU了 几个Memory了 几个Hardy了 你要好几个了 我把它几个就组合起来 让你来用 这个技术 另外就是说 讲到计会 计会现在计会到很细的时候 就是说我每个小时 依你的使用量来计会 那这个部分就是必须有一个技术 来计算你用多少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虚拟化 不管是Server或是网络 或者是Fileware 这个都可以虚拟化 而且可以by person by account来计算 所以这个量看你用多少 我用一小时来计 或者你一小时的单价可能比较高 我就说我现在可能用很多 我就用一个月的量来计 所以计会的方式其实各有不一样 那机会每个小时的用量 包括了CPU的量 包括memory的量 包括hardware的量 包括网际网路 就是互联网的量 这个都加起来来计算 就是说虚拟化之后 你就说你坐在你的家里 但是它可以让你感觉到 你拿了一个Server 还是两个Server 或是说你有多大的空间 那么这个东西是虚拟的 因为你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就归于你 你不使用的时候 这个东西别人就可以使用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大大的节省了Server的空间 和提高了使用率 节省了资源 节省了资源 那么当然就是说 这个产业现在就像刚才 吴君所讲的 它发展得很快 但是其他的很多后备的东西 都还没有跟上 那你预计说未来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三五年之内 它会是个什么样的前景呢 三五年不好说 我看了一份报告来讲说 过大概八年左右 就是2020年 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大概光是欧盟国家 大概基于云计算的 企业级服务 这个本身就超过一万亿的 这样一个市场规模 那么全球经济是它的好几倍 那么你在放大几倍的话 就是几万亿美元的规模 那么在这么大规模的 这个经济的驱动下 这个就有很多 我觉得是工作 新的工作机会 以及有很多新的公司会诞生 所以这个前景本身 我还是非常看好 而且在这个接下来的 比如说十年间 我想了这个主要的工业国家 它在这个立法上 和这些社会的配套措施上 都会慢慢地跟上 这十年时间应该是足够了 那么当然就是说 这个云计算 也对其他行业造成一些冲击 比如说对电信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么你觉得说 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就是这个云计算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 准备好自己去面临这个时代呢 对 就是等于我刚刚讲到说 Amazon的企划 然后现在电信业者 几乎我看每一家 尤其美国 几乎每一家都投入云端建设 那这样来讲整个气氛 整个气氛就一直吵 吵 那其实有一些大企业 他们还是不敢用云端 他们对不起 他们会用自己建的云端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不管我们企业 或者一般我们生活 这个云端一定是很快就会来临 包括我刚刚讲医疗 医疗是大家 我存一个病例 可能都在医院里面 如果这个以后突破这个法令 种种就存在一个云端里面 我在A医院看 B医院看 我这样都可以调得到 这个都是一个演变 那当然刚刚吴君也提到 就是说法令的一个线 规范 就是法令要跟得上 不然到时候产生的 纠纹会很多 其实我听了二位的介绍 其实当然我觉得是充满希望 同时我相信跟我一样 很多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疑问 或者是担心 因为其实我刚刚听到 吴君这么讲的时候 我想说云端里面数据会越来越多 而且不同的数据 那个量会越来越大 那么在这么大的量的数据里 都存到云端的时候 将来这种管理应该怎么去把它 比如说什么东西进了 什么东西出了 有没有一些过滤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我想这也是未来要发展的一些方向 是吧 这个有一点可能应该强调清楚 就是说用户的数据和用户使用的这些应用 虽然放在云端 它的所有权是用户的 这点很清楚 就是说比如像Facebook和所有的Data 不光是每个人自己post的这些文章 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信息 这个的所有权都归用户 这一点我想大部分提供这云区上服务的公司 还是有共识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的基础上 我想大概就是说 慢慢的随着云计算的安全性做得越来越好 大家可能会越来越信任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 可能放一些自己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数据 包括一些email 可能一些文档 后来可能慢慢的会把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每年报税的财务数据慢慢放下去 企业也是这样 开始尝试这个云计算 可能是一些为了省钱的IT的小企业 那么慢慢的会一些传统行业跟上来 然后慢慢我想越来越多的 比如说Fortune500的这些公司 其实他们现在有些公司 已经把比如说一些IT服务外包出去了 那么慢慢这些大公司会跟上 到这时候我想就是说 真正的云计算气候就形成了 就真的形成了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用到云计算 我们想每个人的生活里 你或多或少都已经在使用云端科技了 那么未来的发展 我们就听到两位专家介绍 我们也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适应这个环境 加入到云计算的大潮当中去 时间到这已经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一位是 Google中日韩算法的主要设计者 也是资深的研究员吴军 另外一位是中华电信的 全球总经理杨明贤 我是丁卫平 下节目再见 谢谢 那么现在呢也到了岁末年 2012年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呢 请高总对我们的观众 说两句祝贺的话 时间过得很快 去年呢 我也就在这个微微电视这 也做我一次这个节目 就是给大家拜年 很快呢 这个2011年就要过去了 回国这过去的一年呢 对我们来中国人来说呢 也是值得我们这个 深刻记忆的一年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呢 我们又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 最集中的就反映在 我们的神八和田工一号 成功深线对接 标记着标志中国的科技呢 又万千向前迈了一大步 当然在其他各个方面 我们中国人民 克服了种种困难 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们湾区的 我们的华人华侨 我们的留学生朋友 为祖国的发展 也一直是尽心尽力 同时呢 对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 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大家也都在 这个做着自己的努力 做出了奉献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至此机会呢 我也愿意代表 我们总领馆 代表祖国人民 对大家表示感谢 展望未来的一年 2012年 也将是充满挑战 同时也是充满 这个机会的一年 我希望呢 我们在湾区 我们广大的华山华侨 留学生朋友 大家携手并肩 为争取明年 我们中国的发展 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美关系的发展 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大家共同努力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各位朋友好 我是龚信倩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来一起庆祝 丁丁丁电视 丁丁电视 在这个新的地方 重新开幕了 丁丁电视 在这两年多来的 快速的成长 而且录了 两千多个节目 有三百五十多万人次的 这个 而且有成百的网友 在我们在一起 在享受丁丁电视 那我们最主要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 丁丁电视 在这两年来 一直是为我们的社区 带来一个文化艺术时事 各方面很有意义的节目 我们在各位的支持和爱护下 我们预祝丁丁电视 能够更上一层楼 谢谢 各位观众 我是丁永庆 我是信心教育基金会会长 我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恭贺丁丁电视 这么多年的在旧金山 湾区 硅谷 溪谷这边的奴隶 这个 做的这个丁丁电视 非常专业 然后参与的人也很多 我们的观众也很多 所以对这个 不论是对我们的社区 或对我们的个人 我想的影响都非常大 我在这边恭贺丁丁电视 百尺干头 更进一步 一步一脚印 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让我们参与的人更多 在这边再次恭贺丁丁电视的成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全球华商经贸联谊总会的总会长 以及世界台湾同乡联谊会的总会长 我认识丁电视的创办人 丁维平小姐很多年了 她是非常有才干 有活力 有理想 有报复的人 我祝丁丁电视 宏图大展 裁员广进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吴木野 现任全球华商经贸联谊总会 秘书长 也是国际捷人会 美国总会的后任会长 丁维平创办人 是我最敬重的专业人员之一 我对他个人的成就 以及能力非常赶佩 我敬祝丁丁电视 业务 蒸蒸日上 白纸干头 更进一步 谢谢大家